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微觀時事評論 微觀帶您看世界 我是美玲 因為這週有點忙 所以頻道沒有按時推出 以後我們會盡量按照規律的時間推出 有些朋友曾經向我問好 但是我今天心情可能還是有點沉重 因為今天的新聞透視 與中共國的災情有關係 說到天災 今年以來 風災 火災 泥石流災害 塌樓 經濟下滑 物價上漲 還有疫情等災害不斷 下面我們就來看幾個鏡頭 連續強降雨之後 滔滔洪水 就猶如野馬一樣沖向鄉鎮 田野 城市街巷 車 家畜 雜物 在波濤中翻滾 洪水在工廠 商店 民居 沖進流出 所到之處 企業被毀 莊家衝走 住宅坍塌 人猶如汗鴨子一樣在水中沉浮 洪水所到之處 滿目瘡疑 經濟損失和人口傷亡難以統計 沒有團隊去救援 只有零星有限的群眾在自救 這不是對今年720河南鄭州洪災的文學描述 而是對正在發生的山西陝西洪災的真實記錄 自今年10月份以來 山西陝西連日強降雨 多地迎來近40年的最大洪風 水流量達到每秒鐘1000立方米以上 道路坍塌 山體崩塌 河流決堤 鐵路中斷 從網民們偷偷發出的視頻和文字 以及有限的信息中可以發現 目前被觀測到的至少有30人死亡 大量農田街道被毀 甚至有國外近閃老鄉哭著發文說 真不忍看家鄉朋友發來的照片 真的太慘了 山西烏馬河清水縣 席線段發生多處決堤 千里糧田變成一片澤國 村民們表示 上游泄洪 村民們根本不知道 官員為了不肯擔責任 原本的防洪渠已經偷偷被破壞 造成洪水倒灌 淹沒村莊 如果他們提前通知 就會對泄洪災害承擔一定的責任 不通知 就說是天災 叫老天爺去承擔責任 據公開報導 太原市清水縣河渠相通 南白石河 東湖退水渠 九斗退水渠等河渠 但此次洪災 有的河壩絕堤 包括分河 有的渠道被毀 有的因為亂建倉庫廠房 導致洪水倒灌 洪災一直蔓延至陝西 涉及鄉鎮和縣城受災面積之廣 禍害之深 不雅於720的鄭州 因為不是省會的城市 沒有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 沒有引起世人高度關注和救助的主要原因 是中共封鎖消息 至今仍不見中共主要媒體的詳細報導 偶見網路上零星的在新聞中幾句話帶過 這是3個月以來的第二次遭受猛烈的洪災 洪水造成中國北部地區至少29人死亡 超過175萬人受災 12萬人緊急轉移安置 357萬畝農作物受災 1.9萬間房屋坍塌 嚴重損壞1.82萬間 直接經濟損失達到50億元 問題之一 這次山西洪災 烏馬河 項玉河 芬河 慈瑤河等沿岸地區出現絕堤 倒灌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中國的這次降雨並不是只降在山西 範圍很大 從河北 山西 陝西 到甘肅 包括四川 湖北 這是一片雨區 比如河北有一個上班的公共汽車被洪水衝上河裡去了 甘肅由於降雨 山體滑坡 把一個村莊淹沒了 丹江口水庫蓄水蓄到最高了 嘉陵江3號洪水出現了 中國現在的應急部故意把大的雨區洪水災害切開來 一個省一個省的講 山西死了15個人 那就是小事故 還不到30個人 如果把河北 甘肅 河南 陝西的受災人口加起來 就是一次重大的災害 陝西衛南縣的洪水 三門峽水庫經歷的最大洪水都不在山西 丹江口水庫的最高水位 漢江最大的洪水水流 嘉陵江的3號洪水都不在山西 問題之二 山西省的河堤為什麼這麼容易被沖垮呢? 第一 北京政府從2013年以來 防洪政策好像就全部改了 用海綿城市取代以前的水庫 要把水流在當地變作水資源 對河堤的投入就少了 古人留下來的是靠河堤防洪 最重要的技術前提就是 河堤要年年維修 古人說是碎修 山西省忽略了河堤的修理 因為沒有錢 拿去做海綿城市了 第二 中國過去的河堤可以抵禦一般的洪水 但是抵禦不了從水庫流出來的洩洪的洪水 因為它的水流速大 它的動能就是流速的平方 第三 中國現在防洪機制也沒有組織起來 沒有把整個河流組織起來 進行洪水防禦和預防 你沒有看到哪個省長 省委書記 或者是中央領導 島一線指揮 或者是解放軍 武警抗洪 我們只能看到老百姓在那防洪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幹 問題第三 為什麼2號發生洪水 9號才引起全國輿論關注 中國的防洪體系是怎麼評價洪災的嚴重程度 領導重視洪水就大 領導不重視洪水就小 中央領導不重視這個 採取的防洪措施和以前不一樣 採取的是核掌制 水庫庫掌制 派巡視組 工作組悄悄去看著你地方政府怎麼幹活 監督下面 所以人們看不到這個信息 此外 北京政府目前規定私人資本不能進去新聞報導 請問洪水災害算不算新聞? 自媒體也不允許進行洪災報導 就斷了一條信息的路 洪災就更加猖狂 這對防洪是沒有好處的 但是對表彰防洪的成績是有好處的 習近平政府最近剛剛宣布 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 沒有貧困了 多好啊 但是 山西受災的175萬人一下子打回到了貧困狀態 不知何時才能過上正常的生活 目前最為緊急的是如何解決175萬災民的生活問題? 北方的10月份晚上是很冷的 中央的鎮災款好像還不到1億 財政部 應急管理部 10月11日緊急撥款8000萬元救助補助資金 平攤到受災的人口 人均不到40塊錢 175萬災民 怎麼過冬 怎麼有飯吃 怎麼有地方睡覺? 從目前的官方新聞來看 沒有任何機構關注 無預警洪只是在十幾年洪災中共習慣了的草菅人命的一種表現 隨意的抓捕 用毒食假貨來害人 用謊言與惡政屠殺人的思想精神 用計劃生育屠殺嬰兒 用內鬥和搶劫軍貧富來屠殺人民 中共世人的生命如螞蟻 方法多了去了 前文提到的鄭州720洪災 720是什麼日子?是江澤民因為妒忌一意孤行 造謠迫害法輪功的日子 從此 年年的720神州大地總是天災人禍不斷 不信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翻看《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 裡面說得很清楚了 共產黨就是來毀掉人類的 被扼殺了靈魂的中國人 是真焚不清中共的歷史與現實的言行作為 正如該書中所說 被中共植入了恨 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湯 又無法看到紅牆外真實的一切 只好任憑集體腦殘 愛國精神病周期發作 不是在禁欲中洗腦 就是在憧欲中狂歡 不是在邪教教育中著魔 就是在滾滾紅塵中迷失 共產黨就是不讓你理智清醒地做一個人 據海外良心媒體報導 陝西衛南市大力縣衛河落河相近漫滴 堤壩絕口 一央起金礦湧入泥石流 多人遇難 《微觀看世界》認為 中國百姓在擔心馬雲 趙薇 還有那個無病被推上手術台的女學生等人命運 還有擔心曾讓編譯局依俊清局長下課的美女博士長燕的命運 但是 中共封鎖消息 把權力看得高於百姓生命的統治之下 最需要擔心的其實還是自身的命運 如果疫情或其他的天災來臨 如何獲取保命的信息 以及求得萬元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今天新聞就播送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是美玲 我們下期再見